宋院长,各位教授,各位同学,各位嘉宾,你好 我是阿周,我是阿周 很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会参加校友会 其实我也是在最近的六、七年才开始参加校友会的活动 其实我觉得自己参加校友会之后是迟了,应该要早点去参加 为什么呢?其实我有个标准答案,就是校友会和校友活动 其实是学生和校友的桥梁 透过校友会和校友活动,我们会和很多不同的学校 师弟师妹的庄园合作,去筹筹活动 从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互相分享和交流 同学在这些活动之中,可以得到一个很即时的 职业里面的社会和知识和经验 可以在我们的校友之中,以及可以扩阔他们的视野 因为在我们不同的活动之中和职业的简介之中 我们会分享很多,而校友也可以在其他校友的分享之中 可以得到最新的市场资讯,职场资讯 以及可以了解一下学生在这个新一代里面的想法和感受 从而建立友谊,这些是很标准的答案 虽然很标准和很正面,但是在我们搞校友会的活动之中 其实也会面对不少困难 例如我们找不同的校友去参与我们的活动 其实有很多原因都被远距的,而且没有兴趣 为什么呢?第一就是没有时间 第二就是我怎么可以出去教人 因为我自己也不太好 其实这两点我也有解释给校友听的 比如说如果没有时间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参加校友活动都不是很花时间的工作 毕竟大家校友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而我们参加校友活动都好像李学院的职场职业介绍分享 其实也很签奏我们的校友的工作时间 都可以在六、七点上班之后来参与 还有我们和同学分享也是一个交流和聊天 都不是一些很麻烦和很浪费时间的工作 第二就是很多校友说我怎么可以去分享 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职员学生 但是我很想说就是我们做这个校友活动 当然如果有一些明星级的校友出来分享 我们固然很欢迎 但是我们校友或者是一个学系里面出了这么多校友 其实很多都是在职场外面工作 但是这些工作正正就是我们需要他们回来分享 给我们各位同学知道其实我们的职场现实是怎么样 我们职业里面每一个一出来毕业的同学的学生 去到社会工作一出来面对什么困难 其实都是我们校友会很想把这些案例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活动 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在座各位学生的同学或者校友 当你们毕业之后多些参与校友的活动 将你们的工作经验或者生活的点滴 向各位师弟师妹分享 这就是我分享了这么多 多谢各位